这是我们来到老黑河遗址的第四天 老黑河的夏天还远远没到 山上到处是初春的景象 冰零花也才破冰绽放 每天跟考古队员们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我们也像他们一样 热切期盼着新发现 不过每一个发现都是从日复一日 繁杂而细微的采集整理中开始的 还有多少里长的呀 大约还有15个房区表皮采集的文物 还有七八个带文字的文物需要整理 那行那咱今天就把这些东西的机动彩 整理下来 行我这边赶紧找 那边赶紧找 行行行 谭晓明和张可新 是老黑河遗址考古工作队的一对搭档 张可新来自白城市博物馆 时隔90后 他的搭档谭晓明来自桃南市文物管理所 在参加工作的四五年时间里 他们每年都会被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借调到省内各大的考古工地 参加过汪清县满台山城考古调查勘探 也参加过梨树小橙子遗址考古发掘 今年四月 他们来到了老黑河 参与科学细致的田野调查工作 张可新负责填写出土文物的身份信息 谭晓明要为这些文物拍照存档 每天来了先上山 先看一圈 看一圈咱们这个遗迹 表皮上面还有没有就是需要 就是我们往里收集的文物 然后把收集的文物 我们集中给它整理 我这边记录 记录完以后他这边拍照 我俩的这个工作就相当于流水线一样 现在来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是前进调查 调查把遗迹大概 位置、方向 还有所占的区域整理出一个图之后 我们大致能了解遗址的位置 每个遗址有多一个房子 石坑或者水坑 就大概了解个位置 大家了解位置之后 我们进行区分之后 我们把遗迹上面的遗址 我们进行采集 采集回来的时候进行登记 文物登记拍照二人组工作的地方 是工地上的一辆军用方舱车 也是考古队的临时库房 目前遗址出土的文物都存放在这 印有为满洲国专卖总局的汽油桶 日本生产的大量罐头盒 以及少量的墨西纳干步枪子弹 和汉阳造中正式步枪子弹 这些都将成为老黑河遗址年代 性质的重要佐证 而要还原历史 揭开遗址的真相 靠的不仅是文物 还有考古人的踏实严谨 硕士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 执行领队孟庆旭 虽然才34岁 却对考古有着独特的理解 你看咱们今天又上山了 其实我们考古正常来说应该叫做上宫或者上宫地 但是我们经常会用那种非常世俗化的东西 就是驱宫地就叫上山 可能考古算是个文区吧 中国古代有人都讲究一种意境叫做出世 你看现在咱们每天听人上了 有鸟鸣有蛙鸣 这种环境就像极了这个出世 然后呢 实际上我们研究的东西都是人类遗留出来的 这就是一种入世 这种以这种出世的环境和心态去研究入世 我觉得这个就是吸引我们大多数考古人做这行的原因吧 老师这个考古生活咋样?苦吧? 考古生活苦有苦 但是苦有苦的略趣 你看虽然我们这个工作者在整个社会中非常渺小 就像这个苔藓一样 看苔藓它也有开花的石块 啊?苔藓开花? 对啊你看 它马上就要释放包子了 这个上面的这个就是苔藓的花是吗? 对 它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卑微的这个工作者一样 苔藓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嘛 就是尽自己的本分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 就是尽我们平生所学与所能 把整个历史还原给这个社会 还原给大众看 让我们这个大众知道 以及过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知道 我们并没有忘记它 苔藓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孟清旭用苔藓希望他们自己 其实考古工作并不卑微 在已经过去的半个多月 老黑河遗址完成了系统的区域调查 他们发现老黑河遗址沿河岸 以及铁路呈东西向分布 在遗址内发现了两处大型院落 大小房址30余座 几处碉堡以及石墙 道路 壕沟 水井等等 这些移进依托地式修建 错落分布 结构复杂 是近代东北地区特殊的大型遗存 他们用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知识 还原了历史真相 也把遗址上那些尘封的故事 讲给我们听